原来这才是洗发水里的天花板 在南方山茶花开的地方 老一辈人都是用它洗头 洗完的头发都是有黑发亮的 你知道它吗 它就是茶敷 油茶子榨油剩下的饼 茶敷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和茶造素 可以改善头皮环境 控油清洁 增强发根营养 让头发光泽柔顺 只是每次洗头都要煮 这样太麻烦了 来看看我们怎么处理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用茶敷 养发护发的侧板叶 强韧发根的合手屋 皂角 鱼针子 桑叶 汗莲草 大火烧开 转小火慢熬 把植物草本的精华熬煮出来 给发根补充营养 滋养头皮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 每一滴都是精华 现在加入强韧秀发的山茶油300克 滋润发丝的碧麻油和芝麻油200克 加入植物草本浓汤 手工搅拌30分钟 到这个稠度就可以入膜了 天然的植物成分 没有额外的添加 减少化学成分对头皮的伤害 让头皮和头发养得更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感吧 泡泡是不是特别丰富 洗完特别柔顺蓬松 发丝之间都是植物的灵气